今天,全国各地到处是爆竹声,中国人还在欢喜过大年,但世界却在这几天发生了重大变化。 有些变化,将深刻影响国际格局,以及中国的国家利益。 至少三件事吧。 一、第一件事。 地狱之门算是打开了,特朗普又退群了。 2月2日,中国腊月28日,美正式暂停旅行中导条约业务,开始启动退约程式。 然后,就是普京的针锋相对,同样暂停旅行中导条约业务,不再就中导条约提议,举行新的国际谈判。 一个历史性的条约,就这样要被撕毁了。 对很多70后或者刚年长的人来说,这个条约,某种程度上,就是当年国际新闻的代名词。 因为在80年代,美苏谈判的最重要成果,就是中导条约,全称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。 1987年12月8日,美国总统里根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正式签署。 这也是历史上第一份真正和裁军的军控条约。 条约签署,让世界都松了一口气。 因为根据该条约,这两个超级大国,将全部销毁和彻底禁止射程,为500公里至1000公里的中短程导弹,以及射程为1000公里至5000公里的中程导弹。 苏联解体后,俄罗斯继承了这一条约,毫无疑问,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协议。 因此,当时签字完成后,里根和戈尔巴乔夫还特意交换了签字笔。 但30年后,在特朗普执政下,这份条约真可能走到尽头了,预料到美国的这个举动。 去年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,普京更放出狠话。 如果俄罗斯遭导弹袭击,发动袭击者,只有死路一条,甚至没有反悔的时间。 按照媒体的报道,普京的原话是这样说的。 我们不会先发动打击,但侵略者应该知道,报复是不可避免的。 他们将会被摧毁。 而我们作为遭受侵略的受害者,作为劣士,将会升入天堂。 而侵略者只能是可耻的死亡,因为他们甚至来不及后悔。 全场大笑,俄罗斯人成为劣士。 其他人可耻死亡,还是不由人不倒吸一口凉气。 双方都在嗅肌肉。 2月5日,中国大年初一,美国军方试射伊勒梅民兵赴三洲际导弹。 第二天,中国的大年初二,俄罗斯试射一枚亚尔斯2S24洲际弹道导弹。 新的军备竞赛,可能已经开始。 显然,美国瞄准也不仅仅只有俄罗斯。 二,第二件事,委内瑞拉局势正处于内战边缘。 美国在步步紧逼。 特朗普公开宣称,出兵委内瑞拉是一个选项。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更泄露天机。 他在出席记者会时,记者们意外地发现。 他的黄色记录本首页,协助向哥伦比亚派遣五千名士兵的潦草字样。 委内瑞拉正处于战争的边缘。 马杜罗虽然似乎仍掌握住政权,但自封为总统的瓜伊多, 正获得越来越多西方和拉美国家的支援。 事实上,推翻马杜罗,一直是特朗普的一个选项。 据美国媒体报道,去年八月,就在椭圆形办公室, 特朗普还特意询问国务卿等人, 为什么美国不直接入侵委内瑞拉的理解? 美国直接出兵,三下午除二,马杜罗自然就被推翻了。 这么简单直接,让美国官员们面面相去了足有五分钟。 然后他们向特朗普解释,军事行动太危险,会产生反作用。 毕竟这是侵略,美国是冒天下之大不韦。 但此一时比一时,现在的委内瑞拉局势,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, 正好给了美国入侵的理由。 委内瑞拉毕竟也不是小国,国防部长似乎还效忠马杜罗。 他曾公开表示,军队不接受临时总统瓜伊多, 并将挫败一切政变阴谋。 马杜罗也拒绝下台。 事实上,如果他选择屈服,性命能否保住? 都是一个疑问。 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流亡。 对于特朗普的威胁, 马杜罗也发出警告, 特朗普如果出兵, 必将沾满鲜血离开白宫。 用他的话说, 停下来。 特朗普, 收手吧。 你犯的错误会让你的双手沾满鲜血。 你会沾满鲜血下台。 你为什么要重蹈越南的覆辙? 但你特朗普的个性, 真不排除突然出兵委内瑞拉的可能性, 以此展现自己前刚独断的强人形象。 这将是一场属于特朗普的战争。 或许, 五千名美国士兵, 真的已在整装待发中。 所以, 俄罗斯此前也明确警告, 俄方警告每一方, 不仅是美国, 也包括那些可能参与实施此类行动的国家, 都保持克制。 使用武力, 可能将导致灾难性后果。 但战争正比任何时候更靠近委内瑞拉, 局势也确实到了该明朗的时候。 只是如果内战分歧, 委内瑞拉人势必面临更大的苦难。 三, 第三件事, 东亚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而深远的变化。 2月5日, 中国农历大年初一, 特朗普宣布, 27日至28日, 他将在越南和我们邻国的巴林后会面。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, 如果不是他当选总统, 说不准美国和这个国家正在打仗, 现在, 一回生, 二回熟。 那第二次峰会, 它是必要取得实质性进展, 牵一发而动全身。 不管成功和失败, 这次峰会都将对东亚格局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。 一, 如果谈判成功, 战争引信解除, 我们的这个邻国将可能转向开放。 这无疑对我东北, 乃至半岛局势影响深远。 如果失败, 一切正好相反。 二, 选择越南会面。 固然反映了越南与双方的交好, 但更凸显了每月目前的亲密关系。 这种关系, 东南亚和中国应该都看在眼里。 三, 半岛格局变动, 同时也引发日本的焦虑。 所以, 我们看到, 安倍外交也全面出击, 交好普京, 试图解决北方四岛问题。 向中国拜年, 中日关系正迎来新的起点。 四, 更毫无疑问, 没有中国的帮忙和推动, 半岛问题解决不了。 半岛问题突破与否, 也必将对中美关系产生微妙印象。 这是一盘大棋, 下棋的都是高人。 世界确实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, 中国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。 还是那句话, 不管局势怎么变动, 对中国来说, 办好自己的事情最重要。 毕竟, 中国今天的体量和实力, 是除美国之外的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。 当然, 从趋势上看, 中导条约的消亡, 意味着美俄斗争更加尖锐, 美国不会放松对俄罗斯的挤压, 也不会放松对中国的军事斗争。 好戏还在后头。 委内瑞拉的走势, 还有东亚格局的重塑, 也肯定影响住中国的国家利益。 在谈到中美影响力时, 记得一位东南亚领导人曾说过, 美国现在是东南亚的最重要伙伴。 但过去几千年, 以及未来几千年, 中国都是他们的最重要的邻国。 前几天在一篇有关安倍外交的文章中, 曾说过这样一句话。 从未来看, 中国的崛起, 首先是中华文化圈的整合, 作为该文化圈中的大国。 中日应该成为朋友, 最好也成为朋友。 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。 但高超的大国外交, 就是将强敌化为朋友。 实现这一点, 对中国对日本的整体国家利益, 超越一百个诺贝尔和平奖。 不仅仅中日要成为朋友, 半岛更是中国的传统朋友。 东南亚也是中国的净铃。 沉住气, 冷静应对。 对中国来说, 机遇就永远大于挑战。 是福不是祸。 是祸躲不过。 假期很快就会结束。 形势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。 现在是中国必须勇敢面对的时候了。 还是那句老话, 没有永远的敌人,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, 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。